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半导体厂 在2021年,受到近来美国寒潮和雪灾的影响 三星电子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晶圆厂电力短缺不得不暂时关闭 当时就有行业分析师预测,停产可能会持续两个月左右,直到4月中旬为止 据当时相关报道,虽然晶圆厂在三天之内就已恢复供电 但由于缺水问题而推迟了重启时间 当年那场冬季风暴期间,因停电造成的损失 三星投保的保险公司并没有完全赔付 因而起诉相关保险公司并索赔4亿美元 近日,三星针对Factory Mutual Insurance提起的联邦诉讼称 奥斯汀工厂因财产损失和业务损失而遭受灾难性损失 诉讼称,Factory Mutual仅向三星支付了 4亿美元索赔中的1.26亿美元 理由是保险财产外发生的事件不在保单范围内 对此,三星在诉讼中表示Factory Mutual错误且恶意地拒绝旅行 其为三星奥斯汀承保损失的全部分额投保的协议 三星表示,在停电期间,三星工厂大约三天没有电力供应 随后几天不得不慢慢恢复其制造部门的电力供应 导致业务中断和额外费用 在寒冷的天气中,该设施的外部也遭受了物理损坏 并三星焦头烂额地不止这家晶圆厂 全球十大晶圆厂的前五分别是台积电 三星、联电、格罗方德和中芯国际 根据Trendforce统计,截至去年三季度 份额方面,台积电独霸行业半壁江山市占高达56.1% 三星则下滑到15.5% 这主要是因为三星版4nm工艺的 骁龙8Gen1表现不佳 高通目前的主力产品骁龙8PlusGen1 骁龙8Gen2等都转单台积电代工 甚至另一颗代号为SM7475重磅晶片 同样该由台积电代工 可能为骁龙7Plus或者骁龙7Gen2 加之苹果、徽达、AMD不约而同信赖台积电 三星可谓如坐针毡 此外,据产业链消息人士透露 Apple自研的智慧型手机应用处理器AP 已正式流片 将采用台积电4nm工艺制成 外挂联发科5G数据机晶片 预计2023年年底量产 2024年上市 据了解 Apple在2019年就成立了晶片研发子公司 折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并组建了高达2000人的晶片研发团队 在自研晶片上的决心和投入非常的大 显然组建这样一个庞大的晶片研发团队 OPPO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影像NPU 蓝牙音讯SoC之类的外围晶片 手机SoC的核心晶片 必然是OPPO希望突破的关键 不过 从其外挂联发科5G数据机晶片来看 对于智慧型手机SoC来说 通讯数据机晶片是一个避不开的重大难题 另外据台湾电子时报日前报道 三星正用提高的良率和极具优势的报价 拉拢高通 当然不是3奈米4奈米 而是6奈米 除了高通 三星还在寻求机会 吸引台积电的大客户联发科 6奈米作为7奈米的改良版 在过去两年都是台积电第一大收入来源 另外 虽然6奈米对于手机晶片不算先进 但对于SSD主控 车载MCU 物联网晶片 Wi-Fi7晶片等 则还是相当先进的制程工艺 近日 三星电子还与美国边缘AI半导体公司 Anba Amborella联合宣布 三星将为Anba提供5奈米工艺 用于其新推出的CV3A D685汽车 AI预控制器系统级晶片 SoC 被用于作为自动驾驶汽车大脑的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此次合作有望令人工智慧处理效能 功能和可靠性达到新的高度 从而为下一代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系统 带来新的变革 CV3A D685搭载Anba的下一代CV4 AI引擎 其神经网络处理速度 比上一代的CV2 SOC快20倍 更具有通用时量 及神经网络时量处理能力 可支援全自动驾驶 Ad解决方案所需的整体效能 包括计算机视觉 4D成像维达 深度融合和自动驾驶路径规划 此外 三星前沿的工艺技术 和先进的3D封装解决方案 正在为更多最新的行动 高效能运算 HPC和汽车解决方案提供动力 CV3A D685是CV3A D产品 家族中第一个使用 三星5奈米工艺的成员 该SOC将先进的影像处理 稠密光流引擎 多个Arm Cortex A78AE和R252 CPU 用于绘图显示的车规GPU 和硬体讯息安全模块HSM即为一体 以演算法优先为设计理念的中央处理架构 为整个自动驾驶AD软体解决方案提供支援 专门为ADAS打造的高效能 高功效且可扩展的CV3A D产品系列 在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同时 还为辅助驾驶提供了广泛的解决方案 集成的CV3A D685 SOC能够为L2-L4级的自动驾驶 实现多路感测器感知 CV3A D685也是安把CV3A D汽车 EI预控制器系列的首个量产型号 同时多家一级T1汽车供应商宣布 他们将提供 使用CV3A D系列SoC的解决方案 据了解三星第三代5奈米车规工艺 针对车规级半导体优化 凭借极其严格的工艺管控和先进智慧财产IP 拥有卓越的可靠性和可追溯性 安把总裁表示 安把和三星晶圆代工有着丰富的合作经验 他们很高兴能将三星晶圆代工厂的5奈米 移入其新的CV3A D685 SOC 三星成熟可靠的车规技术 使安把能够在ADAS L2-L4级自动驾驶汽车上 实现人工智慧、系统集成和低功耗方面的新高度 三星5奈米工艺的成熟度和可靠度 将为安把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借助三星在车规工艺、IP和服务包、开发方面的丰富经验 该工艺助力制造商在辅助及自动驾驶领域 保持前沿创新 三星执行副总裁、晶圆代工企业规划主管表示 三星为汽车应用带来了5奈米EUV FinFET技术 实现优异的ADAS及视觉处理器效能 Tier1汽车供应商现已采用该技术 他们相信其他汽车公司也将考虑使用 三星5奈米工艺制造的 安把CV3A地域控制器系列SOC 三星5奈米工艺更具备三星先进晶圆代工生态系统 SAFE专案的支援 SAFE生态系统可确保三星晶圆代工厂、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和客户之间的深入合作关系 并提供基于已获认证关键设计组件 包括工艺设计工具包PDK 设计方法、DM的参考流程、多种IP和按需设计 实现强大的系统级晶片设计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